今天是和祖利亚夫人会合的日子啦 我们快去菲米尼的营地吧 您的孩子情况好点了吗 多谢关心 现在还比较稳定 我的家庭一声说 今天可以适时带她出门散心了 祖利亚夫人 菲米尼 我们来了 看来大家都到齐了呢 其实还少一个人吧 但我猜到她在哪了 喂 特尔科西 哇 特尔科西多了一把剑和一面盾牌 好漂亮啊 有了武器的特尔科西 看起来格外有憧憬呢 菲米尼先生的手艺真令人赞叹 也有我们的功劳 旅行者的眼光很好 找来的材料成色都很棒 对了 祖利亚夫人刚和我说 在历险的最后 希望能用一次加冕仪式当作结局 所以 王冠的材料 能不能也拜托你 等会儿过去的途中 顺便找一找就好 本来我打算自己解决 但现在我觉得 你找来的也许会更精美 看来已经万事俱备了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吗 请稍等 我在想 既然特尔科西已经是一副全新的面貌了 也许 我们现在就可以更新一页绘本 大家觉得呢 哇 一下就期待起来了 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怎么样 至少让画的内容 不再那么悲伤 把坏的部分去掉 画成好的吗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那就由我来动手吧 虽然我不是特别擅长绘画 但工作上也有不少接触 至于具体内容 大家可以创所欲言 我想 首先可以把武器画上 王子拿起了勇气的剑 和坚毅的盾 证明他已经跨过沉沦 决心向黑暗开战 好 把武器画上 还有呢 我觉得要加上伙伴 这一次特尔科西身边 站着可靠的伙伴 他不是一个人在站的 好 把伙伴画上 还有呢 色彩 色彩 好 色彩很重要 前方的路 不会不会再是灰败的 而是五颜六色的 充满希望的 没想到 居然变成了这种振奋人心的画面 太棒了 大家的想法太棒了 真好呀 大家看起来都很有精神 突尔科西最有精神 我的孩子 你看到了吗 你一定也会被鼓舞吧 一定会的 祖利亚夫人 而且这只是第一页 没错 我已经迫不及大地想要看到最后的挥本了 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 和最真诚的心意完成它 嗯 我也开始期待了 那就不再浪费时间 各位 我们现在就动身吧 好诶 特尔科西的奇幻力显 出发咯 快看 那个就是可以用来制作王冠的材料吧 我们去捡一点 这么多差不多够了 你们的眼光 果然和我想得一样好 这下我们就可以直接前往水牙王国了 哇 前面那个就是水下遗器的入口吗 这里就是菲米尼找到的水下遗迹吗 虽然有点壮观 但跟想象中还是有些不一样 知道了 我是说 我还以为真的会看到一个童话世界呢 比如水牙们住的彩色房子 还有彩虹墙 抱歉 其实我有想过做一些装饰 但是因为人力和时间关系 喂喂 你一下就入戏好深哦 说明旅行者已经领会到精髓了 小派蒙也要加油 哼 不要小看我 我不会拖后腿的 现在就进入 进入幻想派蒙模式 年轻的勇者们哟 我是守护此地的女神派蒙 诸位来此 有何贵干哟 哦 回禀女神大人 我们是王子特尔克西的伙伴 来到此地是要帮他寻回遗失的荣耀 哦 寻回荣耀哟 本女神这里有一个金荣耀 一个银荣耀和一个铜荣耀 哪一个才是王子遗失的呢 才没有 这是女神的测试哟 本女神已经测试出来 你们的内心没有一丝贪婪 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勇者哟 那么请接受本女神的奖励吧 本女神要把金荣耀 银荣耀和铜荣耀 全部奖励给你们 还有这位王子 本女神要额外再赐予你七才的荣耀 愿你的未来充满明亮 多谢女神大人的祝福 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 我也是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 女神的真言鼓舞吗 勇者们要 现在就去打败侵占王国的魔物吧 你们一定能在此地找到想要的东西 勇者们小心 现在袭来的是占据了水亚王国的可恶敌人 他们是 是 是深海秋秋人 怎么说 这些可恶的家伙又来了 王子殿下 给你的仇人欢迎颜色吧 判决 又来了 这回是深海秋秋王 大家不用害怕 面对如今的王子殿下 这算是深海秋秋神 我只能远紧救路 一眼还眼 这下就算我们打败了邪恶的魔物 顺利夺回了水亚王国对吧 是的 到这里 本来应该为特尔克西举行加冕仪式了 只是 原以为不可能一次就闯入遗迹的最深处 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 是我的问题 我应该早点告诉菲米尼先生 还需要一个王冠 是旅行者和本女神太厉害了 一下就捅穿了魔物的老巢 没关系 祖利亚夫人 等做好王冠 我们还可以再来一趟 那真要辛苦大家了 还有 特尔克西 我的孩子 你也很棒 确实没想到啊 特尔克西还能打骂 他就像个真正的王子 我想 没有什么困难能够一直阻碍他 菲米尼先生 我相信 先回营地吧 来的路上 拜托了旅行者搜集材料 我想尽快把王冠做出来 正好回去把我们的旅程画下来 夺回了水妖王国 特尔克西的奇幻力写也可以更新了 祖利亚夫人 菲米尼 我们先来画画吧 比起王冠 我更想看看绘本的新内容 哎呀 你知道就行了 不用一定说出来的 好 我知道了 那么今天的故事应该是这样 在历经千难万险后 王子与他的勇者们终于抵达了水妖王国的入口 这时 同伴中的小精灵派蒙 向大家展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一位隐藏的女神 好耶 女神出场了 女神大大赞扬了勇者们的诚实 作为奖励 他撒下好多好多祝福 然后还许愿 王子一定能够完成目标 沐浴在女神的荣耀下 王子与勇者冲入了邪恶的巢穴 驱逐了魔物 拯救了被关押的可爱水妖 王子终于夺回了王国 但王冠 哎呀 王冠还没有做好 不 王冠就在那儿 逃跑的魔物将他秘密带走了 邪恶仍不死心 但王子很快就会夺回王冠 绚烂的彩虹 会重新降临在王国中 哦 这个解释很有代入感 哇 真好 祖利亚夫人画得真好 谢谢 这下绘本的第二页也完成了 特尔克西的历险 离终点越来越近 他会加冕为王 而我的孩子 你一定也会在那时振作起来吧 一定会的 祖利亚夫人 而且 说不定今天你回家后 就能听见医生的好消息了呢 借您吉言 女神大人 对了 菲米尼先生 关于王冠的制作 一天的时间足够了 请放心 麻烦你了 那么最后的历险 就还放在两天后吧 大家仍然在这里集合 好吗 那两天后见了 可爱的朋友们 哎呀 夫人回去了 我们差不多也该回去了 菲米尼还有工作要做吧 嗯 我待会儿要去城里买一些零件 用来制作王冠的底座 我打算做几个不同的方案 然后选出最合适的那个 是啊 我以前只知道 菲米尼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委托 没想到一旦接受了委托 会这么用心呢 可能 因为 什么 因为 我希望 哎呀 怎么吞吞吐吐的 那是什么表情呀 感觉立刻就要脸红 戴上头盔躲起来了呢 啊 我脸红了吗 嘿嘿 好了 菲米尼 那今天就不打扰你的工作了 我们两天后再见吧 谢谢 好 两天后见 我希望 所有身处困境的人们 都能看到美好的东西 都能看到奇迹 我希望你会找到美好的